開始 嗨,我現在在 大魯格的卡丁車賽車場 那眼尖的朋友應該看到 下面有兩部的這個Artura 這是Macaron特別辦的一個活動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體驗一下Artura 對,那我相信選在這個地方 體驗Artura應該是有一些特別的安排 然後 等一下會有怎麼樣的試駕體驗呢? 你看了就知道了 今天主題是Artura Artura 我們過去在 從導入到台灣之後呢 就是有舉辦了不同的活動 包括賽道日 每次會每次都參加過 包括我們在 客戶的經營上面 也舉辦了包括不同場域的 媒體的試駕 或者是客戶端的試駕 那今天我覺得 在大魯格的卡丁車上 主要其實照顧 在相對道路環境 有更多體驗到 就是要 心力操控一個反應的一個空間 我想也考量到安全 也考量到 都會可以有更多拍攝的角度 跟畫面 都會想像是一個 不同的體驗 那 也跟各位報告 事實上 上次在立保賽車場 主辦一波試車 那我也跟大家提到說 Artura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 大概接近要交車了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原廠討論 要提供給所有的Artura車主 更好 別家的品質 之後呢 其實有更 再一波的提供 但是也很高興 今天可以跟大家再次報告 今天早上我們真的交換台灣厲害 Artura 為了 台灣的 客戶端的交車 也包括原廠的生產部分 在交車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把最好的 Carrant Artura 呈現給台灣的 頂尖的車主 那接下來我就把時間 再度的交換給 威力 有帶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的一個 新陳的說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陳奧倫 那 我這邊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天的流程 我們待會第一個階段 就是Artura的體驗 那我們一開始呢 會邀請到我們的教練 我們今天邀請到 大家都很記得原來的教練 大家好 然後還有 紀念很豐富的 金豪教練 然後 會先在 各位媒體有沒有 我們先熟悉一圈 賽道 然後再換手 回到KP區 然後換手 我們開三圈 那第一階段結束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 法定車的 安全講座 那安全講座結束後呢 我們就呼應 Azura有這個 存電的模式 我們一起 改設一下 存電台 因為這邊它是屬於比較低速的 賽道 所以我們進去這 賽道裡面的話 先注意向進行 這個角度有沒有 它比較低 所以要先看一下這個 錐筒轉彎的位置 都看不到 好 那進來一樣就是 我們尋找錐筒去走 兩個錐是減速 入彎 那這邊是比較 複合式的彎道 所以在這裡走的時候 記得我們 盡量就是 走著最靠近錐筒 然後方向盤越正的時候 才慢慢去下右門 這樣子 然後直線可以去做微微的加速 然後這個直線底 我們煞車今天就是帶到底 到路彎追的時候 因為這邊角度是比較大的 然後它順順的放出來 因為這邊卡定場的 都比較曲折 所以可能就是要延後的出彎 然後再慢慢的往外放 這還是我第一次在大魯閣開 四輪的汽車 因為它車子的尺碼比較大 雖然說 車子大 可是 在小賽道的還是蠻凌厲的 真的這個 時間點有點不太適應 不過 它的方向盤是 它這個680匹馬力 引擎跟電一起出力的反應 比我預期還要來得更快 那當然 它的電動馬達是一個 對於這個 超跑來說的話 確實在低速的時候 提供了蠻大的幫助 這個跟Go Kart跑的話 應該不會遜色耶 那我現在用純電模式 試一下喔 因為這個 純電的馬力有95匹 好 95匹 你看 非常非常的安靜 雖然說你聽不到引擎的聲音 可是用這樣的速度 這個感覺還蠻妙的喔 然後前輪的指向很聽話喔 OK 我們要回去了嗎 回一圈 還在一圈 好喔 再用電力來試一圈 這個電動馬達 據說喔 一開始的時候 是用在 FORMUNA 1喔 哇 你用比較狠的速度 給它 丟進去就 會覺得 這個中置引擎後驅的 配重的均衡性 雖然說賽道很小 能夠使用的空間很有限 可是呢 方向盤回饋的手感 還有輪胎的抓力力 會覺得 你不用擔心說 在小賽道會容易出現的這種 可能轉向不足啊 然後 車身比較大 然後會讓你 有點綁手綁腳的感覺 在這台車上呢 我目前完全沒有感受到 好,謝謝 謝謝 這是我第一次開傳電的 公號 Jerry沒下來 Jerry說 Jerry說 快這個讓我 那這個按鈕是代表什麼 發動分析火 對 右邊是發動 好,來,五位車手注意一下我這邊 待會我們是進行半場賽事 讓我們時間都是8分鐘 前面幾圈先幫我熟悉賽道 還有車廂 煞車點行光確實 一定要防曬車速 電車的扭力 特性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待會各位在踩油門跟煞車手 幫我一線性幫我們做踩它就可以了 所以它現在已經發動了 你看到教練 待會 如果我會黑白色幫我 幫我開最後一圈 幫我到最後一圈 只要坐在後面 或就去後開進來 幫我一樣 既然綠色線 右手邊一下就可以就可以了 好,各位如果沒問題 讓各位的護目鏡 幫我把它蓋起來 你的雙腳幫我先離開一下 油門跟煞車 先不要踩到 好,那各位 幫我踩著綠色的踏板油門 我們就可以最後出發了 電動車的特性就是扭力大 沒有聲音 卡丁車也不例外 油門一踩下去的反應就是明快 但每部車還是有不同的性格 而這部電動卡丁呢 就如同事前所解說提到的 煞車的部分特別敏感 要適應一下 你看就是這樣囉 不過很快就能夠找到駕馭這部車的方法 而且過彎時也能夠明確感受後輪滑動的樂趣 不過若將重點放到比賽上 雖然是同樣的車 還是電動的 但性能還是有分 快車跟慢車之分 我這裡指的不是駕駛技術 而是車子的差別 沒辦法 比賽嗎 你知道的 男生就是這樣 總是會想要贏 但是不要想太多 因為這個就是純粹的體驗而已 不過我覺得 這一次的體驗電動卡丁真的不錯 因為它沒有聲音 然後也沒有引擎 不會感受到熱氣 那開起來的時候可以更專注 真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試試看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啦 比賽 還是Hop提搭 可以看 背景 臨نا 的 拿來 尤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活動非常快 我們是從Artura試駕到電動卡丁車的體驗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雖然說以Artura這麼大的馬力車 680p的中效 然後電動馬達有95p 引擎的部分585p 0-100加速3秒 在這種小賽道裡面跑起來 確實它可能沒有辦法完全釋放它的性能 可是就我之前在卡丁車試駕 一般的這種民用車的經驗 一般公司上覺得很靈敏的車 到了卡丁車場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不太夠用 而且車身比較重 轉向 畢竟卡丁車場它的路線是比較小 比較雕磚的 可是呢 這個Artura開起來 其實還是蠻像Go Kart的感覺 然後另外就是在電動卡丁車的部分 這是我第一次的體驗 還蠻有趣的 扭力的部分 比Rental四行程的車要來得好 然後因為沒有聲音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聽到這個 輪胎跟地面摩擦的特性 然後因為扭力也不錯 所以在出彎的時候 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整部車是可以側滑的 這種帶有一點動力滑開的方式出彎 你如果要贏過別人 我相信就是靠這個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開 老實說不太熟悉 所以呢 剛剛一開始在場裡面 Spin了兩次喔 那 這個還蠻有趣的 只是說它的動力如果可以再大一點 速度再快一點的話 那就更好了 如果想要來玩Go Kart的話 我覺得電動卡丁車是 一個蠻不錯的體驗喔 好 這次的活動就到這裡囉 掰掰